, 如大家有大量的口罩, 然后觉得我这个方向没什么用的话,是绝对不需要跟着这个影片这样做的。 其实我只是想说在这个非常时期, 每个人都用尽办法想想如何把外放口罩用久一点。 包括我老婆都在日以繼夜去研究 如何車布口罩來抵抗疫情 剪出來的口罩除了可以放在外貨口罩裡面 外觀還非常可愛 所以我都用自己的方法去延長這個口罩的壽命 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都喜歡風琴奇俠卡洛斯的頻道 請按右下角的訂閱 如果想第一時間接到新影片的通知 請按叮噹 也歡迎大家按讚和留言問卡洛斯問題 好了 說回我的設計 大家知不知道設計而製造 Design and Make 最後的一部是什麼呢? 沒錯 就是試驗、評估和改良 所以現在把昨晚剛做起 改裝成功的這個口罩 帶出去試一試 我現在就帶著自己改造的口罩出去 但是我相信它一定會引起厭善的目光 既然是這樣 就再搓一些 那些街坊也不會怪我 嗯... 確實是有些厭善的目光 但不要緊啦 但是... 非常便宜 每個人都是這樣 沒什麼所謂 其實我單咀已經沒有雙咀那麼嚇人了 雙咀那樣 整個生化危機 但是呢 有個缺點呢 就是 戴著這個口罩 當然是很方便 然後在街上 除下它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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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了 就不可以了 我賣物 最 在家裡慢慢化 好 效果非常良好 更加推動我去 回去整個外觀 一個剪開九個 我有足夠的口罩給我 慢慢剪 還有一個自然的防護 等人在你面前 每次都不會 那些兵活噴到你嘛 對不對 最重要呢 就讓我證實了 只要你不踩到 根本就沒有 呼吸急速 這回事 我甚至覺得 比外脖口罩更舒服 因為外脖口罩 戴著人家 你呼吸的時候 口罩會 黏住你的臉 一呼一急 但是這個 豬嘴離開了我的臉 就沒有那種感覺了 回來 什麼都不好做 第一時間 就撬開這個 將這張 扔掉它 然後呢 整個口罩呢 就拿去 沖水 消毒水 什麼都好 洗乾淨它 這樣呢 這個入口 和這個出口 都要洗乾淨它 尤其是裡面 積了很多 水氣 額噴出來的水氣 就一定要清洗乾淨 如果不是很容易滋生細菌 因為裡面積了很多水氣 會容易滋生細菌 你喜歡可以 再用滴露 酒精 要清潔 都可以 然後呢 當然是 把它晾乾淨 讓下次加快一塊 新的棉材用 飛沫盾牌的設計 就是這樣的 旁邊有透氣孔 而在正面 就吸了下一個 MASK RING 這裡 馬上就拿去 製板打印了 卡洛斯最新設計 MASK RING 3.0 飛沫盾牌的安裝 像上次的說法一樣 把外科後罩的水片放在這裏 還會用這個新的RING 去安裝 因為新的RING 已經設計過 是會有一個 噴位的 卡一聲就會 安裝下去了 因為飛沫 會在面前進入 這裏有兩個噴位 就是 我現在手上的 飛沫盾牌的安裝 安裝了飛沫盾牌之後 你看到飛沫盾牌 是一樣可以吸氣的 只是飛沫盾牌 不能直接衝擊到 這塊口罩片 戴起來之後 和我碎氣的樣貌 是完全沒有違和感的 但是戴起來的墨鏡 就更加嚴格爆 至於吸氣方面 也不覺得有沒問題 因為我已經預留了 足夠的透氣孔 接著這樣 感覺更加安全一點 起碼不用怕 飛沫盾牌 我自己是覺得 完全HOTEL 不知你覺得怎樣 如果大家喜歡卡羅小設計 記得按LIKE和訂閱 今天待會兒 有期待我的